君宝,富贵之门已经打开了,这种富贵我不要,怕了他,你忘记了,这二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难得留公共赏事,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一袭大天下,一番大事业,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 见君宝明顽不灵,天宝也不再留情,他率先出手向着君宝杀去,作为同门师兄弟,二人对彼此实力都十分熟悉,从小到大,君宝一直被天宝压着一头,实力也不如对方,在经过数十招对拼后,君宝率先受伤, 再问你一次,你肯不肯跟我一起打天下,我公家寡人一个没什么好利用,听着君宝的话,天宝也不再留守,攻势犹如大浪滔滔,一波接着一波,很快就将君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君宝你不要再逼我了,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君宝,你打不过我呢,为了死去的兄弟为了要打,小龙关我都杀,再想我兄弟又算了了什么呢? 听着天宝的话,君宝知道其已然没了人性,为了救秋雪离开此地,他变化招式,以脚为手,持刀向着天宝发动攻击,在对拼数十招后,天宝被击退,剑撞君宝飞到高台之上,欲要先救下秋雪,不料却被赶来的天宝刺中肩膀,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君宝决决定先发出, 他忍痛拔出断刀,击退交手的天宝,扔出断刀砍断秋雪绳索,此时天宝再次袭来,他飞身立于高台上,使出千斤坠下压,为了给秋雪争取解开绳索的时间,君宝只能以自身硬撑住高台,如此一来也让天宝有了可乘之机,他再次使出连环腿将君宝踹飞,此时秋雪也解开绳索,知道如今二人都不是天宝对手,他赶忙扶起君宝逃离此地,经此一事后,君宝受刺激太大, 神智疯癫行为反常,看着君宝这个样子,秋雪很是伤心,他找到老道,尝试用各种方法治疗君宝,怎奈每次都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升任正服使的天宝,搬出少林寺的方法训练新兵,看着这些人紧紧几下便口吐鲜血,他十分不满, 何昆,你以前是怎么练兵的,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不是,你要何必侮辱我呢,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很伤,君心难服,适舍生存,挺不住的死不足心,保护几废 看着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人,现在竟然敢威胁自己,何昆大怒,当即就要去找刘公公告状,见状天宝也不再留情,他扔出长枪结果了何昆,看着天宝心狠手拉的样子, 手下心中很是害怕,可却又不敢对朕俯使不尽,只能将怨恨藏在心中,另一边,经过老道和秋雪的不懈治疗,君宝病情日渐好转,他拿出师父下山时给的心法细细研读,在经过反复阅读后,他从中领悟出太极之灵,至此之后,君宝开始专研太极之道,实力一日强过一日,不知不觉间早已超越天宝,与此同时,没了约束后的天宝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大肆收刮明之明膏来讨好刘公公,还迫害正义人士, 逼他们说出君宝所在 张君宝在哪里,有没有同当 谁啊,谁是张君宝 杀了他老婆 是,老婆 再不说,连他女儿也杀了 是,不要,不要杀我女儿君宝 死狗官,你不得好死 你还嘴硬 谁要是敢包庇张君宝,就是跟我董天宝作对 看着天宝毫无人性的做法,大家都害怕了,他们来到老道家中,将天宝的情况如数告知,得知因自己一人,竟害了如此多的无辜之人,君宝心中很是愧疚,为了勇绝后患,他决定主动出击,成恶扬善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生死,有命,那我也一块去 刘大侠,我看你还是别去 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 这些符啊,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希望这次能够狠灵 我悟到几十年,还不几你一招悟到,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 一日,君宝带着秋雪拦住了刘公公的去路,眼见这些叛党来送死,刘公公大喜,持剑向着秋雪杀去,留下君宝对抗小兵 如此做法简直有点大才小用,一招习得太极之道的君宝,又岂是区区小兵可以比拟 三招两拾便将这些人打得哭爹喊娘 刘锦妹妹见状,竟不自量力主动出手杀来,可没想到却被君宝一招击倒 另一边,秋雪与刘公公的战斗也到了结尾,在秋雪狂风暴雨的攻势下 年老力摔的刘公公很快就招架不住,倒在地上求饶了起来 上天有好生之德,只想请你帮个忙,起来 随后,秋雪和君宝带着刘公公来到军营,要替天行道铲除天宝 哈哈哈哈,我命有我不有天 说着天宝率先发难,对着君宝猛攻而去,不料他的凶猛招势,却都被君宝轻松化解 不信邪的他再度攻来,妄图击败君宝,不想却依旧不是君宝对手,被击打得节节败退 剑撞天宝大怒,他双掌齐出,将周身两排小兵击飞,欲以此阻挡君宝脚步 没想到却被君宝使用太极之力轻松荡开,四周士兵剑撞,很识趣的往后退开,不想做天宝的挡箭牌 而没了小兵后,天宝更加不是君宝对手,被一脚踹飞数十米 这是那门子拳法,无根无极,万发自然 太极 说罢君宝主动发动攻击,太极拳法发动,锦衣招再次将天宝击飞 知道地面不是君宝对手,天宝一跃来到神网上,欲借此优势赢下君宝 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君宝在神网上的对战不如他 一开始就被压制得很惨,可在交战数十招后,君宝就慢慢掌握了其中诀窍 他使出太极拳中的借力用力拿到优势,再次将天宝踹到地下 知道仅凭自己一人不是君宝对手,天宝便想招呼手下一拥而上 要借人海战术累死君宝 剑撞秋雪赶忙将刘公公拉出,碍于刘公公的威胁 众人一时间都不敢乱动 听着刘公公的话,天宝大怒 他冲上前去躲开秋雪攻击,使用其长刀送刘公公归西 听着秋雪的话,官兵们也不在上前 心中对天宝的怨恨也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纷纷要求君宝打死天宝 看着自己重判清理,天宝大怒 再次对着君宝出手,可依旧无法伤其分毫 反而是自己被打得鲜血之流 剑撞他立刻露出一副可怜象 想求得君宝原谅 趁着君宝分神之际,天宝撕裂地上红毯 用其挡住君宝视线 然后抢来树柄长枪刺在君宝身上 就在他以为自己杀了君宝时 红毯瞬间碎成数款 看着曾经的兄弟无药可救 君宝也不再留守 使用太极拳法将其扔出人群中 就这样,天宝死在手下的长枪中 而官兵们也没有难为二人 放任二人离开 事后,君宝秋雪分道扬镳 君宝创立了武当派 成为了武当的创派祖师张三丰 我是钢弹,下期见